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挂柳和弦 首先我们按一个C和弦 C和弦 决定是大三和弦和小三和弦的是三度音 三度音 如果我们将三度音降一个半音 这就变成什么呢 小三和弦 这样就是大三和弦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C和弦变成挂柳 就是三度音中指提起来 到咪就变成re 这个就是然后一弦不弹 六弦不弹 这个就是C撒四二 C撒四二 如果C撒四四挂四和弦呢 就是我们四弦的三平 四弦的三平 然后呢我们要换一下 变成再降下一个半音 这就是C撒四四 这就是C撒四四 我们也可以弹第一弦 不过呢小指头要按住 第三平 这个就是C撒四四 这个就是C撒四四 C撒四四 就是挂四和弦 比如说我们这个D7 D也是这样变的 D7 然后呢 挂二 re fa la 挂二就是re mi la 所以我们中指提起来 这就是mi la 这就是D撒四二 挂二和弦 D的挂二和弦 这个就是这样推算 好 和大家分享到这 拜拜 拜拜